早安 我是Fork 在不同場合和其他POE玩家討論和POE2有關的內容的時候 我基本上每一次都會發覺絕大部份的人都不清楚POE2實際上有什麼內容 又或者當年2019年的XRCon裡面究竟GGG他們說過什麼 XRCon 2023就快出了 至今我還沒看到相關的中文內容 不論是國語也好 廣東話也好 都是沒有的 所以在我離開去XRCon之前就想剩下一個系列出來 令大家容易 catch up 究竟2019年XRCon說了什麼 到現在為止我們知道POE2相關的內容是有什麼 減少大家之間的誤解和代溝 最後可以達到大家開始討論這個相關的內容 我就會將一些我自己覺得重要的東西分拆成不同的部分去詳細解釋 而其他不屬於那幾個部分 但也是重要的消息 就會在這條片裡交代 到底POE2是什麼呢 POE2在故事上就是我們POE1實現結他法 20年之後的世界 如果以玩家的角度來說 官方就覺得POE2是POE1的續作 跟著官方所說 在POE3.0推出之後 他們加了6個新章節 然後已經可以回憶到 不可能在POE1原本的劇情上再加多些劇情 如果不是的話 玩家就有一段時間都未能進入地圖 很快就會沒人玩 所以他們就決定了重新起步 以這個時間點作為開始 在POE2裡面 遊戲的引擎也會得到一個全面提升 所有模組都會用PBR的技術 而舊有的模組也會慢慢變成PBR的模組 這只是他們Rendering Engine的更新 他們還有其他engine 例如生神系統也會有更新 同一時間也會同所有續作一樣 將會有7個章節 也有7個角色 有新的技能 而且也重製了整個技能系統 為了新的裝備種類 也有新的天賦鼠 而且畫質方面也有大大的提升 所以在官方眼中 絕對是可以稱之上為續作 但是他們也說 根據前人的教訓 看到往往出一個續作之後 玩家的社群就會分裂成為一些只喜歡玩前作 一些只喜歡玩續作 最後將一個社群分拆為兩個小的社群 然後令到兩邊都死氣沉沉 所以他們決定了PoE1和PoE2的主線 你都可以隨時在創建角色的時候 選擇玩哪一邊 當你完成了選擇那一邊的主線之後 就可以進入一個共通的End Game System 以現在的PoE來說就是如徒的系統 在這個做法之下 對我們玩家來說也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 以往我們買下的所有雙成物品 不論倉庫 不論造型 都可以全部帶到去PoE2 我們是不需要再花多一毫子去PoE2這個遊戲 對於開發者來說也有一個好處 他們的玩家不需要跟前作做一個對比 因為很多時候新的續作推出的時候 他們的內容量比前作少很多 畢竟PoE1已經有十年的開發時間 如果現在出了一個PoE2 而且沒有以往所有的機制 老玩家會覺得PoE2是一個非常空虛的遊戲 在這個系統之下 他們就可以繼承所有他們決定保留的PoE1機制 而至於剛才所說的七個新角色 他們的模組 因為是一個比較update的模組 他們也會直接把模組應用到PoE1裡面 同一時間 任何在技術層面上的改進 如果可以應用到以前的主線 他們也會帶到PoE1的主線做相對的改善 但為什麼會說是七個新角色 因為故事的時間線是在原本的時間線的20年之後 所以已經不是同一班人 基於這七個是完全不同的角色 他們也有一個創作空間 令到每一個角色都有他們專屬的昇華 跟PoE1是一模一樣的 除了等同貴族的那個角色之外 全部角色都有三個新的昇華 而等同貴族的角色 自己也會有一個昇華在 在推出19個新昇華同時 也會對舊的19個昇華進行平衡 由2019年到現在 只是原有的PoE1昇華改動已經有很多次了 而他們PoE2的昇華 也仍在採用3.9左右的系統 所以我相信到現在來說 已經有一個非常大的改變 新的昇華的詳細資料 我相信在二三年的XRCon內會公佈 所以在此不會刻意去詳解 根據XRCon所言 他們將會在任何PoE2推出之前已經創建的角色 就會自動解鎖所有PoE1的昇華 當你第一次玩PoE2的主線 你也可以在它裡面新的昇華系統 選擇用PoE1的昇華 但如果你想你的帳號解鎖PoE2的昇華 你就必須要用PoE2的角色每一個都玩一次才能解鎖 假設你已經解鎖所有PoE2的昇華 即使你玩PoE1的主線也好 你也可以選擇用PoE2的昇華 在2019年的時候 官方也有提過 他們不是那麼滿意跑迷宮這個昇華系統 所以在PoE2將會有一個新的昇華系統 但至於是怎樣 暫時就沒有更詳細的內容 在過去這兩個月裡面 我們看過有兩條新的前度宣傳片 每一條都是大概一分鐘左右 而在裡面你可以留意得到的就是它用的技能被以往多 因為技能系統將會有一個完全的改變 每個角色最少可以有九條六連 我相信也是為何他們在宣傳片裡面大膽令到每一個角色用多些不同的技能 去展現更多他們有的新的技能 有很多人都擔心究竟會不會在PoE2必須要用很多技能才能玩到好像D4那樣呢 官方在XRCon的時候就說 他們希望Endgame的時候可以保持到一鍵流 同一時間亦都可以給一個空間 有一些玩家可能喜歡用多幾招技可以隨機應變到的玩家 他們去作出一些不同的流派出來 他們說在這個新的系統裡面 他們希望依然可以做到同現在PoE1Endgame一樣那麼快的速度 同時你也都留意得到角色是會做出一個翻滾的動作 就像D4那種翻滾 實際上這個翻滾是一個獨立的技能 還是一個獨立的機制呢 暫時就不知道 其之外 你也可以在那裡宣傳片裡面 發覺到角色的造型 主要是說他們的髮型 是跟以往在XRCon見過的那七個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這個有兩個可能性 一就是他們真的做到一個改造樣貌的系統 第二就是在XRCon裡面他們曾經提及過 他們希望在PoE2裡面 當你選擇了昇華之後 你的角色可以更加真實地反映到你所選擇的那個昇華 也就是代表外貌會隨著昇華而變 到底是哪一樣呢 我們就等到二三年的XRCon才知道 而至於介面方面 我們只有2019年的XRCon和兩年前的第二條Walkthrough片裡面 才見過PoE2的介面 在2019年的XRCon裡面 我們看到人物角色和技能的介面都有所分別 而在第二條Walkthrough裡面 我們就看到整體的介面 即是我們的血波、魔力波、技能欄等都有所分別 而且他們也註明在第二條Walkthrough裡面的介面 也是即時Render出來的 所以會反映到究竟戰鬥的時候發生什麼事 就像你現在看到這一塊 血波在它作出不同的技能的時候 會反射不同的光 另外在同一條影片裡面 他們也展示了給我們看 王將會有一個永久的血條在上面 就不需要每次打王的時候 你都要用手指上那隻王才顯示他的血條 如果場地是多過一隻王的話 它也會自動顯示所有王的血條 至於故事和劇情相關的東西 曾經有人問過我 究竟PoE2是否開放式世界 PoE2的故事會否多了動畫 根據官方所言PoE2並不是開放式世界 只不過是他們的主線由單線程變成多選項的劇情 但是會否有不同的結局 暫時就不知 怎樣為多選項呢 在第二條Walkthrough裡面 我們就看到一個移動的要塞 裡面我們可以選擇究竟我們想向哪一個方向進發 然後就可以選擇先做了哪些地區 但是做了某些地區 先代不代表我們始終都要做其他地區 只不過順序不同 暫時也沒有交代 而至於交代故事的手法 他們也在不同的地方著手 會否有過場動畫 他們暫時沒有透露 但為了令你在遊戲的過程中已經感受到故事的背景或色彩 他們就在敵人身上下了一番苦工 首先 所有敵人的移速都不會就像之前那樣一定慢過你 有些敵人 例如一些野獸 他們可能的移速已經快過我們基礎的移速 另外 敵人也會有不同的AI 再不是以前那樣全部 生神的時候只會站頂頂 有些可能會巡邏 有些可能會做其他事 而且不同的敵人也會有不同的聲音 有些可能會直接跟你的角色說話 如果不用說話 例如一些動物可能會爬 或者一些怪會叫等等的東西 令到每一種怪物的定位都更加鮮明 除了敵人多了對話之外 我們的角色也都增加了對話 就在最近的兩條宣傳片裡 都可以看到這個例子 他們也刻意強調 在POE2裡面 角色的對話是比以前大幅增加 令到我們可以更容易理解到故事發生什麼事 也更容易理解到我們的動機是什麼 至於每一個章節所需要的時間 就一定會給POE1萬 因為始終只有7張 但他們也不想跟POE110張 那個需時差得太遠 否則會變成所有人都只玩POE1 因為它是最快 或者只玩POE2 因為它是最快 所以在POE2它的主線過張速度 大概等同POE1 到最後 這個大家都非常關心的 就是和交易相關的改善 在第二條Walkthrough 6D和Chris Wilson的Q&A裡面 曾經有問過 究竟在POE2出的時候會不會改善交易系統 Chris Wilson當時的答案就是 和交易系統最有可能會有改善的地方 就是可能在遊戲裡直接可以開到交易的網站出來 玩家就不需要離開遊戲 也可以進行交易 另外他也說 如果我們對交易系統有任何大的改善 會等到POE2才會推出 所以至今為止我們未見到 在交易系統上有任何大的改善 除非他們在XR Coin公佈會有 否則我建議你們幫沒有任何改善 會比較適合 以上就是這條影片的內容 其中大部分的消息都是來自2019年的XR Coin 我相信23年的XR Coin會對剛才所說的東西 會有所調整 又或者有所更新 希望這一系列的影片 會幫到你們理解更多關於POE2和XR Coin所說的內容 不知道剛剛所說的內容 有哪些你們是之前未知的 看完才知道的 不妨就在留言告訴我吧 如果有興趣想一起吹水的朋友 記得入我們的Telegram 或者Discord 甚至乎在遊戲裡面 加入這個斜Global 852 Korean的這個頻道 如果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記得給我一個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好 就這樣 拜拜